我的名字叫Christy 我兩邊耳朵都有聽障 這段時間以來 面對著戴口罩的對方 我又讀不到神 日常生活上是有很多 遇到很多困難 就好像我去逛街的時候 去付錢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會問一些 你要不要袋啊 或者是你有沒有會員 其實我都是聽不到的 就算我想問多幾次 我想問多幾次 他們都可能會感到不耐煩 比起一些全封閉式的口罩 一種透明口罩 都可以說方便很多 我們可以讀到神 也可以看到對方的表情 我們最近的新的服務 就是野餐的服務 來吧 前一把牌子 這張很漂亮 這張東西 什麼? 這張東西很漂亮 對,不錯 然後之後這一點 你看一下這樣 我封不可以 嗯 可能整間店試著用 窗口式口罩 那個製作成本 可能會比起普通的口罩 貴一些 也都沒有想過 其實疫情呢 去維持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而是這樣下去 都不是辦法的 都去想一下 會不會都有一些 是可以使用得久一點 和實用一點的一些口罩呢 就是優化那個口罩的設計 在樓面那裏 就是那三個 任何是那些資料 現在說的透明口罩 有其中兩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說話的時候 口罩動 那塊膠片會跟著動 所以有時膠片 去到下巴的位 有時去到鼻子的位 很多時候就是看到鼻子 或者下巴就看不到嘴 另外一個就是反光的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 弧形的膠片 總會有一點 或者有一條線 是會有反光的 另外就是那個 武器的問題 就很影響獨唇的朋友 讓整個口罩透明 所以就沒有了移動的問題 而且在它下巴的位置 不遮住嘴唇的位置 有一個Hepa Filter 是可以達到過濾的功能 我們參考了這個 隱形戰機的折射面 把它的反光動向地下 我們科學院生產出來的物料 是可以長時間 這樣防止有無氣發生的 其實促進和人溝通的時候 都看到對方的口型 看到大家笑 看到大家的表情 其實都會看得多一點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傳達訊息的其中之一 所以我真的覺得 每一個人都應該用這個口罩 去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無障礙